我那可怜的儿 都怪当时我和他爹心软 把这该死的婆娘娶回家 和和自己儿子 早知如此 何必还要这些日子里让他受苦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宗族的祖老给修回了家 当下就后悔了 连裤带爬的就要往老族长脚下爬 你可不要脸的 还想着往男人脚下爬 这是坏我们村里人名声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您怎么忽然就做决定了 哎呀 若是两人能过得和和美美 也算是一桩好婚事 真是可惜呀 村里那小子 已经被折腾没了精气神 若是再留这样的脚势经在村里 以后怕是要出大事 既然从刚开始就名不正 言不顺 那就快刀斩乱嘛 老族爷真厉害 确实还坐在地上哭得欣喜份 是真的害怕了 原本她就是冲着秀水村的好生活来的 想着离云丞相家近些 还是相邻 若是再亲近上几分 以后肯定有好日子过呀 没想到自己看到云家人的好生活 一时间心生极度 没有控制好情绪 就口出狂言把人给得罪了 阴村中出了这档子事 与李正两个人商量许景 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 大家请一请 我有几句话要说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村里有人家的孩子被外面的闺女算计 现如今 因为燕哥和怪宝的原因 我们秀水村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有姑娘的人家 都想要闺女家得好一些 今后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这一点并不代表说 可以习惯小辈们的幸福 今后再有此类的事情 由祖老和李正出面 亲自处理 同样 我们也不能有害人之心 若是因婚事 算计人家姑娘 祖里同样不会轻饶 一律着必须 好好 好好 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